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展览从此刻开始一直到7月 7月的16号 这是解封后 故宫博物院第一个迎来的大型的国际借展活动 当然了 明清宫廷是藏书 那是故宫本来的 那梵蒂冈中座图书馆的珍藏 这个是去花费很大的心力借展 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分享一下 过去梵蒂冈在借东西出来的时候 通常就个四五件 但这次故宫博物院很厉害 怎么说 他一次借了42件的原件 然后还有31件的影像输出 可以很完整的 很具体的让大家了解到 这个梵蒂冈中座图书馆里面的伟大 还有他们这个特殊的展品 你以前要去排 我以前去排梵蒂冈 排很久 而且地下道好多爬手 现在不用 现在你自己在故宫就可以看到这个展览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连线两位 一位是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的科长兼研究员 刘国威刘老师 另外一位是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的助理研究员 曾继刚曾老师 两位在我们的线上 两位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这个太含蓄了 你们对不对 来刚刚第一位 第一位在画面上 右边的是科长 刘国威刘科长 左边的是研究员 曾继刚 两位可不可以聊一下 就是说这展览当然非常特别 为什么会把一个 梵蒂冈宗作的图书馆的珍藏 跟我们的明清宫廷藏书 两个在同一个时间展览 这个有一个特殊性 对不对 有没有特殊的目的 还是背后隐藏什么特殊的意义 当主要是明清宫廷藏书这个展览 主要是配搭配这个梵蒂冈宗作图书馆的这个展览 梵蒂冈宗作图书馆这展览 算是一个国际界展 主要因为当初所谓宗作图书馆 宗作的意思指的是教宗 他是教宗 15世纪中期的时候 当时的教宗他在梵蒂冈这边成立 到现在500多年的历史 他成立那个图书馆对不对是不是 对对 然后逐渐这样发展到现在 那所以这是因为很难得的机会 梵蒂冈宗作图书馆的他的藏书 以及其他的一些文物 就是说能够到台湾到我们故宫来展览 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特别策划 搭配一个明清宫廷藏书的设计 这样子一个展览来 等于说有点算是做一个东西方 书籍文化的一个对比 主要是因为教宗在过去中世纪的时候 他的地位就是可以讲说相当于 这个皇帝或者甚至比世界的皇帝 对不对 很多的贵族国王等等的地位 还要来得高 那所以他的藏书可以讲说 就是可以讲说就是这种 皇室贵族等级的这种藏书 那刚好这个15世纪中期的这期间 也是在中国的朝代上 他当时是算是明代的初期的阶段 所以我们就是那我们故宫的藏书 当然是主要承袭是清宫典藏 所以我们就是以明清宫廷的这个藏书 来做跟教宗那边的藏书 做一个对比 让这个观众能够看到 东西方的书籍文化的他的特性 是请教一下 像像梵蒂刚宗座图书馆 他成立的动机宗旨 还有他里面的藏书 因为书是不得了了 如果以现代来看 一个月里面的书 各出版社出的书 这个何以何何止千万 那宗教教宗博物馆 教宗图书馆 他的藏书是有特定的主题 或是特别的意义 在平常在他自己的梵蒂刚 他有开放一般民众 可以进去参观那些书吗 当梵蒂刚宗座图书馆 他的可以讲说他的一个特色 其实他并不 他跟一般的我们 目前大家所熟知的 像是国家图书馆 或是公共图书馆 这种性质不太一样 不一样 他成立在当时15世纪中期 其实是文艺复兴的初期的时候 那所以当时的教宗 他的成立 其实当一方面 他是希望梵蒂刚 不仅是一个宗教的中心 他希望当时梵蒂刚 也能够成为一个学术的中心 所以当时 就是当时成立这个图书馆的时候 当时的教宗 就我们中文翻译讲 现在尼格武士 尼格武士 这位教宗 他是一位比较受 当时文艺复兴的这样子 一个思潮影响的一个教宗 他等于说当时是把他自己 教宗个人的长书提供出来 然后在梵蒂刚找了一个空间 但是他不是开放给一般的大众 不是给一般的老百姓 他是开放给当时的学者 就是说当时的 比较意大利罗马地区那边的学者 如果你们想要来看 看我这些长书的话 他开放给你看 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传统 其实梵蒂刚工作图书馆 他发展到现在这500多年来 他其实包括我们现在 如果去梵蒂刚的话 我们一般的人到梵蒂刚 我们可以参观他的 像这个大教堂 我们可以买票进去看 梵蒂刚的这个博物馆 但是梵蒂刚的这个中座图书馆 他是不对一般人 不对外开放 到现在不是如此 他目前是只有开放给学者 就是每一年如果说 你有需要做研究的学者 可以申请进到他图书馆里面 调阅这个原件的这些的古籍 来做研究 那他们的长书 图书馆的经营 一定要有人去找书 对不对 然后他们的长书 相关的长书是他们的主要的一部分 但是其实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以来 他们的收藏 其实不光是宗教类的 就是包括其实各个学科 包括像我们这次展览 也有旋展一些 比方说这个地理学的 天文学的 像这次我们展览有 就是说西方 就是在欧洲活字印刷术以来 第一本以国字印刷术出版的 这个等于说西洋的月谷 然后我们也有 也有这个展的 就是说1730年 在伊斯兰文化地区 用印刷出版的 第一本的阿拉伯文的 这个书籍 但是那个书籍的内容 谈的是哥伦布麦哲伦的 当时的地理大发现的 这些内容 就是翻译成阿拉伯文 所以它的 其实领域很广 那我顺便还补充一下 是说 因为梵蒂冈图书馆的 这个成立 它的时间比较早 那就是在西方 这个博物馆的这种概念 它的发展其实比较晚一点 差不多是18世纪左右 开始才有博物馆 所以梵蒂冈中作图书馆 它其实在 很长久的一段时间 它虽然叫图书馆 但是它其实兼具了 博物馆的功能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 我们这次展览的内容里面 除了书籍以外 另外有 梵蒂冈中作图书馆 他们的收藏的钱币 就是他们的钱币收藏 在全世界算是很有名 那它的背景 其实也是因为 18世纪那时候的 有一位教宗 他因为很喜欢收藏钱币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 成立了钱币部门 这个钱币部门 现在还是他们图书馆的三大部门之一 那我们这次展的 也有那个版画 那也是因为 也是同样在18世纪的时候 某一任的教宗 他对版画的这个收藏有兴趣 所以在图书馆 成立了版画部门 都跟教宗的兴趣 有一点点关系 对不对 所以梵蒂冈中作图书馆 他的收藏的内容里面 其实不光是书籍 就是第一个 他的书籍是遍及各个学科领域 第二个另外就是 他的收藏的内容 就是还包括像是钱币 版画 包括还有一些油画 甚至还有一些 就是比方19世纪 开始发展这个摄影 摄影 他们有非常丰富的 这种历史照片的收藏 老师我请问一下 那他们在全球有影响力 关键影响力 他们有没有搜集到 中文华文的书 其实也是有 我们这次选展的 唯一部跟中文相关的 其他内容 我想可能大家读过 这些历史书籍 历史课本都比较听过的 就是康熙皇帝那个时候 在宫廷里面 有跟康熙皇帝来往的 那个天主教传教士 其中一位南淮人 南淮人 南淮人当时在北京 帮康熙皇帝 设计了观察天文天象的仪器 设计完这个仪器之后 当时为了纪念这个事情 所以出版了一个书 这个书是在北京出版 算科学书 它是雕板印刷的书 但是它上面有用这个 等于说铜板化 因为铜板化的这个技术 基本上也是西洋传教士 带过来的技术 它的线条等等 这些会比较细腻 所以这个书出版 它是在北京出版 然后但是其中也有一册 是在1685年的时候 等于说传教士 带回到梵蒂冈图书馆 所以在梵蒂冈图也保存到现在 那他们的书馆里面 其实在过往也有 就是等于说过去 因为很多传教士 派往到世界各地去传教 在传教的过程里面 他们有把当地文化的一些 重要的书籍 重要的文物送回到梵蒂冈 所以在图书馆里面 它也有一些中文的藏书 就是包括亚洲的各个不同文化的一些长寿 其实他们也有一些 好的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我好奇 这一次的展览有12件 我们借到了12件的原件 还有31件的影像输出 我的问题是 这么多这么丰富的馆藏 那42件 42件 我们是怎么去挑的 待会回来 我们进一段广告 来继续回到酒吧新闻台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今天我们连线的是 国立故宫博物院 书画文献处的科长兼研究员 刘国威刘老师 还有一位是国立故宫博物院 书画文献处的研究员 曾继刚 曾老师 我们跟他们连线 主要是从此刻开始 一直到7月16号 在故宫博物院的103 跟104的展览厅 有两个展览 一个展览叫 梵蒂冈中座图书馆征场 征场展 另外一个是明清故宫藏书特展 上个阶段 刘老师就有跟我们讲 东西方 差不多的年代 东西方的图书馆 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 上一段 最后我就请问了 两位老师专家 我说 这一次展览借了42件 42件的展品 在挑选的时候 我们从什么角度去挑这些东西 还是是他们 我们沟通好以后就他们挑42件给我们 还是我们特别选42件 其实基本上是由他们图书馆那边的人员做挑选 但是挑选完有跟我们做一些讨论 这个有双方的沟通 OK 42件 42件因为我自己 谢谢你们送给我们这个专刊 我自己翻了那个专刊 很精美 好大一本 好厚 可是如果真的要我看 没有人导览 没有人解说 我真的是看不懂 怎么办 当然说这个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 其实它 如果你到现场来看的话 包括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特展的图录里面 当然也是依照这个单元来做的安排 那这个分的六个单元 其实很容易理解 就是它是依照时代的先后 就是第一单元是这个15世纪 第二单元16世纪 以此类推 所以第六单元到20世纪 这个时间先后 就是它图书馆的这个先后的年代 但是在这个单元里面 安排这个单元里面的文物 并不是 就是说并不是这个文物本身的年代 就是说并不是比方这本书的出版年 而是这一件文物 入常到他们图书馆的年代 所以第一单元的就是在 它创建图书馆的初期 15世纪 那个时候入常到 梵蒂冈图书馆的 第二单元就是16世纪入常的 所以不同单元里面 它入常的文物 有的可能比较早 可能比它进馆的时间更早 后面的单元 有些它可能一直可能更早 那在这次的这个展览里面 当然说我觉得 可能在以书籍方面来讲 比较 我觉得比较独特 可以特别介绍一下的 就是所谓就在欧洲的古籍里面 有所谓的这种 我们中文翻译叫彩绘写本 彩绘写本 彩绘写本就是英文一般讲的 这个illuminated manuscript manuscript指的是写本或抄本 illuminated的意思就是有做的这个 彩绘图绘 那这个是其实是欧洲中世纪 差不多在从西元初期以来 在欧洲中世纪各有的一种的书籍的传统 那叫彩绘写本顾名思义 就是它在书籍上面 它旁边会有插图 那个插图都是用 就是它那个图绘都是彩色的嘛 那这一类的书籍 它基本上它是在羊皮纸的上面 那羊皮纸也是在欧洲 从差不多从西元初期的时候 开始发展的一种文字载体 那在我们亚洲文化 包括像在中国文化传统 我们这个造纸树发展的早嘛 那所以但我们的纸张 基本上是植物的纤维加工的 那在欧洲早先的时候 他们比较更早的时候 受埃及文化的影响 是先是借用了埃及那边的 所谓的缩草籍 缩草籍也是一种植物 它的精加工之后制成的 所以早先像罗马希腊 他们这个也是用缩草籍 也有用缩草籍 像早期的圣经文本 也有用 但是缩草籍这种东西 在除了埃及到欧洲地区 不容易长久保存 很容易就是受环境的毁坏 它只有在埃及的这种沙漠地区 炎热干燥 常久保存 那所以差不多在西元初期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讲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时候 在欧洲开始出现 把这个羊皮加工之后 做成像这样子平面 在这上面做这个书写 那所以后来像彩绘鞋本 基本上都是在这种羊皮纸 或者是也有用其他的动物皮纸 像是这个小牛皮等等这些 所以这个所以羊皮纸 就是说在羊皮纸上面 做这种彩绘的这种写本 这个是欧洲的书籍 中古世纪的书籍文化的一个特色 因为像包括 不光是在中国文化的书籍传统 其实在亚洲地区 基本上并没有这种动物材质的 各种皮纸类 没有人发明 对比较没有 没有这样子的运用 那但是这种羊皮纸 基本上 因为我们知道在 其实同样在15世纪中期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有听过 就是德国那边古藤堡 有一个叫古藤堡 他发明了这个国字印刷术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比较是透过印刷 而且那时候纸张的这个技术 也在欧洲开始成熟 所以当印刷的这种 在纸张上面印刷的这种印刷本 刊本开始流行之后 彩绘写本在羊皮纸上面 彩绘写本就逐渐没落下去 更珍贵了 就是它比较就是成为一种 比较像是一种文物 收藏的标的 那所以这个 因为其实在早先的时候 这种彩绘写本 因为彩绘写本 它一次只能做一本 早先的时候 它其实是在欧洲的修道院里面的 这些修饰 是他们在制作 等到后来发展比较成熟之后 因为这种 它不是一般人能够负担得起的书籍 所以基本上都是贵族 或者是像书籍主教 教宗 他们有这样子的财力跟人力 去帮他们制作这种书籍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背景下面 梵蒂冈中作图书馆 它关于彩绘写本的收藏 可以讲说是全世界 不管是值或是量方面 是最完整 最多 最齐全 它的彩绘写本是 彩绘写本有超过八万本 哇 超过八万本 那他们这次来展览的这种彩绘写本 就是说羊皮纸的这种彩绘写本 这次有十一本 那他们的规定 借出来了 十一世纪之前的不能够出镜 这次在展览里面最早的一本 就是十一世纪 老师为什么十一世纪之前的 他不太愿意借 就是可能 我觉得 难保存 对 就是十一世纪之前的比较脆弱 所以他们的这个借展规定里面 就是说只能十一世纪之后 这样 所以像我们这次展的 十一世纪之前的 有一些彩绘写本 就是用影像输出的这个方式 这些这次的展品 还是要高额的保险金 对不对 还是要 对不对 是 对 因为这方面的规定 也算是蛮严格的 像保多少钱 是我们决定 还是他们决定 还是保险公司决定 应该算那边的 就是那边的保险公司决定 他们有个行情在 对不对 对 因为他们这个 算是借展 这文物 梵蒂冈图书馆 他们这方面的经验 也蛮多 所以大概就是照着这个 我们这种借展合约 那像书籍 书籍要借出来 在运送运输的过程中 我们用什么样的载具 去保存他们 封藏他们 也是木箱 还是特别的 会有 就是最外面 是当时会有大的木箱 但是每一个书籍 它是会 这个 基本上 像我们博物馆 这种国际借展 都有配合的 专门运送这种文物的 这样子的运输厂商 专业厂商 外面他们有专业的包装 所以每一本书会 每一本书会有单独的包装 然后装到小的木箱 然后再装到大的木箱 哇 这真的是 也是一个工程 对不对 也是一个很费事工程 对不对 提心吊胆的种子 就是 还好 我觉得书籍的好处 就是说它比较 相对来讲 比较不像其他陶瓷 玉啊 什么的 所以这方面 这个还好 相对安全 可是书画又不一样 尤其像有一些油画 水彩画 那个又让人提心吊胆了 对不对 是 这方面其实 就是因为他们 梵蒂冈那边有配合的 意大利的 跟他们长期合作的 这个文物运输的厂商 都很有经验 是 他们那里打包 对这方面 不是问题 他们那边 他们那边来打包 那这一次 这个书籍 这些书籍是没有办法分 哪一本比较厉害 哪一本 哪一本比较昂贵 没有这样 艺术品是有的 对不对 这个很难 对不对 对 这个当时是昂贵 难 难讲 就是说 假如说 如果你要从这个文物拍卖市场 现在这样行情来讲的话 那像现在 就是我刚讲的这种彩绘鞋本 彩绘鞋本 以现在在文物市场上面 行情 那个都是 就是有些像这种 很有价值的股本 大概都 可能不只是几百万美金 所以这方面的估价 其实要看从什么 可能还是要从国际拍卖市场里面 去找到蛛丝马迹 我心里面有个感觉 就是 欧洲修道院的修士修女好厉害 他们什么都会做 还会酿酒 对不对 还会做甜点 对不对 他们什么都会 好多东西都是他们发明的 你说马卡红也是 可力路也是 对不对 那我去 我前几年去 去做河伦 去沿途看 有些博物馆 他们说这都是修女修士发明的 好厉害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因为我们准备了一些 准备了一些 这个图片 待会就请两位专家老师 来就着这个图片 来跟我们来分享 因为我觉得这样看比较有感觉 待会来 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 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跟我们在线上连线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的科长 刘国威 刘科长 还有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的研究员 曾吉刚 曾老师 两位连线 那我们聊的是从此刻开始一直展到这个7月16号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103跟104展厅的两个展 那一个展叫做梵蒂冈的这个中作图书馆珍藏 还有明清宫廷藏书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图 有两位来看 来像这个 这个就是图书馆了 对不对 梵蒂冈的 这个是他梵蒂冈图书馆的大厅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翻译叫西斯丁大厅 然后说这西斯丁大厅跟梵蒂冈的教堂那边的 一般讲什么西斯丁小教堂 它是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是在 就我们刚前面讲说 梵蒂冈中作图书馆 它的创建是在 就15世纪中期 一般我们讲1451年 那他的这个西斯丁大厅 是在1585年的时候 由当时意大利罗马那边 很著名的一个建筑师 叫冯塔塔 他设计落成的 那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 这个就是说他落成的时候 其实当时也邀请了 当时很有名的意大利的这些的专门画地画的艺术家 所以这个保存一直保存到现在 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片 其实是19世纪中 是1860年代的时候 当时意大利的一个油画家 就是一个画家 他画的是当时的教宗 他在这个大厅里面接见来宾的这个场景 哇 哇 这个要 那基本上这个大厅 画多久 要在里面这样 这么大的一个厅堂里面画 从天花板画到 画到郎柱什么的 这得画一辈子 我也不清楚画了多久 对不对 我是因为策展的关系 也去了 很幸运 进去过两次了 当现在的那个 他的壁画其实还是跟这个油画里面 看到的一样 保存的非常完整 而且因为近年来 他们在2007到2010年 这个梵蒂冈图书馆有一个大的整修 所以那个油画保存的非常好 只是说他现在这个大厅里面 现在有很多的那种 类似像图书馆的这个阅览桌子 所以不像这个19世纪的油画 看起来好像这里面是空旷的 他现在是这个有阅览桌 就是让那个研究人员 这个学者能够在这个地方做阅读 可以借的在桌上慢慢翻 但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在猜 这个 这一张是我们这次展览的 第一单元的第一本书 这次是原件展来展 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代表了 就是一个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很经典的彩绘写本 哦 这个就是彩绘写本 对 这个是彩绘写本 好细的功 这一本书是 其实就是创建 这个梵蒂冈宗作图书馆的 这个教宗尼格武士 他在那个时候 他下令制作的 那这个书的内容 内容他其实是个神学的著作 那我们看到这个文字 是拉丁文的文字 但是原本这个书是西元初第一世纪的时候 希腊的一个神学家 他写了神学著作 那当时本来是希腊文的著作嘛 那他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候 重新的被发现 所以从希腊文翻译成了拉丁文 哦 在翻译成拉丁文之后 当时这个有经过编译 当时经过编译的其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编译的一个 就是神父啦 其实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位教宗 尼格武士的老师 所以尼格武士他在当上教宗之后 他对他老师所编写的 这一份神学著作很重视 所以他下令制作了好几份 那我们以前看的这个 就是当时他制作的其中一份 那我们展示现在展示的这个页面呢 其实当时彩绘写本的 其中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他除了 他是先做文字的书写 文字书写完之后 在留白的地方再做这个彩绘 写本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说他在一些重要的段落的开头 他会第一个字母把它放大 capital 对capital letter 这个放大 然后放大之后 在这里面会做一些 就是这种图绘的这种装饰 那像我们看到他这个 就是一个放大的像英文字母N 这个N的放大 在这个N 就这个N的 就这个N的里面 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教宗装扮的人物 他坐在桌子前面 他手上有拿着纸笔 好像准备书写 对 在他的背后的两旁 他背后两旁有那个书柜 书柜上面都堆叠的书 那根据研究 就是这个画的这一位教宗就是创建 凡栗刚宗座图书馆的尼格武士 画的就是尼格武士的本人 所以而且穿的衣服是红色 所谓的红衣主教 对对就是教宗的这个装扮 哦原来 你可以看到这个N的这个周边 它其实还有泥金 这个那个泥金 其实保存状况非常好 其实从这个图绘 从用这个图档输出 这样看起来只看到好像黄金色 金黄色 但是如果说你到我们展场现场看的话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些的金色 都还是闪闪发亮 对我看到了像这个就是啊 像这张图各位看 那个金色在在印出来以后 我这样看它还是闪闪发亮 好厉害哦 哦是是 所以它是真的黄金涂上去是吧 对它是就是泥金的这种 就是等于说把金粉或金叶加工之后 做成这个颜料 然后再颜料 然后再这样子这样子这个这个图绘上去 像这张也是 他他他那个金 这张也是15世纪 他算是15世纪后半期 那个时候是意大利北部地区的一个书籍主教 他下令呃制作的这个彩绘写本 像这一本就不是不是宗教类的 他是这个你可以看我们那个图路上面讲 这个是罗马史 他其实是是罗马帝国时期 就是西元初期的时候 那时候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贵族 我们中文英译叫李维 他用拉丁文写的罗马史 那然后这个是在15世纪的后半期的时候 当时这个书籍主教他请人制作成的这个彩绘写本 那我们现在展示的就所看到这个图是就是这本书的算是封面了 第一页 他这个中间的就是现在看到这张图是描绘的就是是当时罗马 罗马帝国西元前216年当时罗马人跟他北边的加太基人的这个战争 第二次戊尼战争 这个他讲的是说当时加太基的这个将军他在回去 这个图里面有八个坐 八个坐着的这个都是加太基的贵族 然后将军他在跟这些贵族描述当时打败夺马人的这个场景 给他们做报告 对对对 战国报告 其实在这个战利的这个将军的这个脚钱 其实你可以看到图上那个地上有一堆东西 那个一堆东西画的其实是金戒指 是什么他练搜罗来的还是怎么样 对对 搜刮来的 就是战利品 战利品 所以这个画的是这个场景 这全部都要手绘 都是都是手绘不是印刷对不对 对都是手绘 哇 基本上这些尤其在十四十五世纪 这个这个做的这些的彩绘写本 做这些彩绘的这些的艺术家在当时 就他的名字大部分我们其实都是知道的 就是他当时都是都是等于说很受尊重的 有名有姓的都是都是名家 都是名家 这个好厉害 所以说这种书如果会不会有第二本 也许会有也许不会有 因为做光一页就搞死人了 对因为这个就是一次只有一本 如果你再做一本的话就会不一样的 对应该是不一样的 就是写本嘛或是超本它是它不是印刷的 对很难了 这个看起来又跟科学有关了 这一部是就是这个托勒密的我们中文翻译叫地理学指南 托勒密是希腊 希腊就是也是西元初期当时希腊很著名的哲学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 那也是他的著作当本来是希腊文 那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文艺复兴 之所以翻文艺复兴也就是说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当时欧洲要去重新发现古希腊跟古罗马 所以托勒密的他原来用希腊文写的这本地理学的书 在当时重新的被发现 重新发现之后 他在15世纪初 由当时的意大利那边的一个叫Scarperia这个人 他把它翻译成拉丁文 那我们现在展出了这一本是 就是他这个刚翻成拉丁文的时候 在意大利制作的拉丁文文本的彩绘写本 所以同样他也是保存的彩绘写本的这个特征 也是在羊皮纸上面 这是在羊皮纸上 对对对 哇 现场看会就就就很准 然后而且他你可以看这一页他的 他有一个放那个放大的字母是一个Q 是个大写的Q 在这儿 给大家看清楚 对这个Q 然后旁边的那个插图就是托勒密他的这本书里面 他他那时候他所传达的 这个是对后来欧洲的地图 就画地图的这种制图学上面 很重要的一些理论 就是这种投影 我们讲投影的怎么样把 把球面的投影能够呃能够画在这个平面的这种 纸张这个上面 所以他就一些一些数学的概念 所以他旁边有画这个插图 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教科书 对不对 呃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讲 他算是一个翻译出来之后是一个地理学的教科书 而且老师我我我有一个心得 我们现在出版社都一定要请每边除了文编以外要每边对不对 就是每一页的layout sketch 要要要要要很平衡 看了要很舒服 哎 那他们古时候就就这样就就这样干了啊 就就就有了 他又要会写 又要又要会画的 啊 我相信他们那时候应该是有经过很多也是有每边对不对 访论设计 应该也是有每边对不对 我觉得我觉得看了很舒服 就是他他在里面里面不会违和就图案跟文字的那个那个结合 然后我们现在现在做当然有电脑方便了 如果到30年前照相打字的时代啊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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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页的layout麻烦的要死啊 是是是 那他们古时候几百年前就就已经好厉害啊 这些人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美学美学观念也是强的不得了 这个这个看了让人头痛啊 哎 老师这看了要干嘛 这本其实原件在现场展 他其实很小本 哦 他其实是在印刷史上面算是很重要的 是他是1501年 当时在威尼斯那边成立的第一家的出版社 哦 出版社 所以这是印在纸张上面 1501年 他当时为了出版这个书 呃 这个书本身 其实你现在看到旁边密密麻麻是 是后来的一位学者 他对这本书写的笔记 哦 我想说这都是手稿哎 对不对 他这里还有些notes 真正印刷是其实是右边的靠中间的那一小片 这边那当时的这个印刷其实他留白很多 哦 他就是要让你能够写笔记的哦 笔记书他旁边对 刻意留白让你做记录写心得的 对对对对 要写暑假作业要用的 当时这个就是这本书其实他出版的内容其实是呃当时意大利的很重要的在14世纪的时候的一个重要学者 那个我们中文音译就是佩多拉克哦 佩多拉克是被被尊称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之父 佩多拉克这个名字我们小时候念书好像有念过对不对 是是 就是什么都会 这个是他写的诗 哦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诗是用意大利文 这个部分是用意大利文写的 哦 所以这个是当时在威尼斯这家出版社成立的时候 印刷出版的第一本书 那他特别为这出版这本书 他们还设计了一个字体 就是这个 还设计字体哦 我天哪 他这个字体叫阿尔丁伊塔利克 就是我们翻译叫阿尔丁邪体 哦 所以这个是在 所以这是在当时等于说 活字印刷术刚发展的这个初期的时候 呃这个等于说是威尼斯那边的第一家成立的出版社 第一本书 OK 你看这种展览就是要有像两位一样这种专业的解说 我们看了才会进得去 要不然我看一看 天哪 这一对自我 我哪 我哪知道这玩意干嘛的 对不对 好了 没关系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继续回到超级玩乐大帝国的节目 我们继续跟我们连线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的科长兼研究员刘国伟老师 还有他们同一个处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文献处的研究员曾继刚老师要聊 那前面我们花了点时间 三个段落谈到了这个梵蒂冈宗座图书馆里面的珍藏 那我们也举了一些 呃呃珍藏品啊 跟大家分享 但是他们总共有42件 我们刚刚前前后大概讲了五六件 那我们这一段我们就花点时间来聊聊 来聊聊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属于明清宫廷的藏书啊 那先先先从这个图开始讲起吧 来 这个是明代的呃 明成祖永乐皇帝 嗯 跟呃徐皇后 嗯 人孝徐皇后的画像 是 那我们讲的呃 永乐皇帝他最著名的一件事情是在他上任之初啊 就下令编转了永乐大殿这一套书 永乐大殿来 永乐大殿 这一套书通常的呃不容易 他可以代表说他几乎是包含了在15世纪14世纪以前呃 呃传释的将近有七八千种的书籍都收录在这一部大书里面 哦 用现在的观念来说 他几乎就像是一座很大型的这个文史资料库 哦 特别的是我们今天是算算算算是皇帝皇帝出的核定版就对了 对皇家的这个大型的这个文献资料库哦 那在这一座资料库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线索是他用声音的这个声韵 比方说呃声韵呃平赏去入 还有呃古之后我们会把这个每个字啊属于哪一个韵部啊分别类 哇哦呢 呃传释的七八千种数千种的这个点击 当中的材料通通打散了之后 在分别的按照他声音的规律放到一个一个的这个条目里面去 哎 为什么为什么用这个角度去去做分类啊 好好好读 对我们这个古时候的文人他要要这个参加科举考试啦 或者他要阅读这些古代的经典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跟训练是他对于音韵的掌握要非常显熟 哦 他要写一首诗 他就要晓得这个诗有呃平赦的这些规律不能够出运 然后另外呢 他哪一些字能够哪跟哪一些字在一起押韵 这个都是要合乎一些规范的 是 如果超过了或者跟这个不符合这些规范 那他就没有办法取得公民 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合格的这个所谓读书人或者是知识分子 那所以古人对于声音的这个掌握跟理解非常的精熟 那在永乐皇帝下令编转这一套大型的这个类书的时候啊 就采用这样的规律 把众多的材料打散之后重新编辑 然后后人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按照一个基本的声音的这个规律啊 去把这些材料给重新找到 这等于我们去逛逛图书馆找书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是ABCD这样分1235分加一笔定分 他不是他是用这个音韵去分哦 对用音韵用评赏去入 然后用这个生韵分类的方式来区分 那这等于他们从小还得去念个补习班才行啊 要不然我哪懂啊 对不对啊 你之后当读书人很辛苦的 对对对 好厉害的你不讲我们不知道啊 真的不知道我们这种老初啊 不知道原来永乐大典是这样子来分类的啊 这一部书很特别 我们这一次在展览的时候呢 展出了护工院长的 几部特别珍贵的宋版书跟原版书 那这一部书呢 它是一个元代刊科的叫四书极易金钥 元代 对元代科的四书极易金钥 在江浙行省在这个南方啊 算是一个官科的书籍了 他的重要性在于啊 他目前全世界仅存的就只有一部是完整的 一部是残缺的了 那两部都在故宫 好险 残缺的那一部呢 后来大家晓得乾隆皇帝在编转四库全书的时候呢 把几乎是把天下的书籍啊 取其重要的部分都收进四库全书里 好险好家在 当时的收抄写四库全书的时候啦 对于元代的刘英这一部四书极易金钥 他只抄了一部残缺的本子 为什么 我们因为他没有发现这一部完整的 竟然也藏在紫禁城里面 真的是这个深宫大院啊 所谓的叫深藏宫中 或者深藏在这个皇家里面 他在乾隆皇帝编转大书的时候 并没有被发现 这一部书呢 是一直要到清末的时候 光绪皇帝重新整理宫里面的藏书 才又把这一部书给找出来 他们的时候宫里的藏书是怎么个摆法 是不是堆起来摆的 还是有书架摆的 还是有箱子摆的 还是怎么个摆法 书籍啊 他一般像我们这一次 大家如果到了展场里面 可以发现 我们在视觉设计的时候 分成两个部分 范蒂冈中座图书馆的藏书的 书架的意象啊 那个书册是直立的 是 那明清宫廷藏书呢 同样用书架跟书册的意象 书册呢 就是横着摆的 横着摆 这也代表了 这也代表了东方跟西方 两种不同的对于书籍 收藏摆放成色的一个方式 那非要非看不可 那哪一种经过你们两位专家 哪一种是最实用的 家里的书也是一堆 不知道怎么摆 我们现在的这个书 家里面书籍 就是比较比较西式的书了 比较像东方的像古籍啦 或者中国传统这些书籍 是平放着横着摆在架上面 那他的这个书册外面会有函套 或者会有一些装具木盒 是 来收藏他们 那今天在展场展的这一部书呢 它全部36卷是完整的 也是举世仅存唯一的一部了 所以这个是国宝了 算不算国宝 它是国宝 因为你们有分嘛 那这个是属于国宝了 OK 还有这个颜色我看来舒服 好像这个跟皇帝颜色有关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乾隆皇帝编的四库全书 那四库全书编起来 费了非常大的功夫跟时间 乾隆皇帝在下令编四库全书的时候 已经超过60岁了 他非常担心自己在有生之年 没有办法来不及 来不及看到他面前 所以他要求 就是同时编转一部浓缩的 小型的这个四库全书 叫做四库全书会药 会是就是精华药 是最取当中最重要的书籍 把它给整理在一起 那个会就曹智头一个开会的会 对没错 就表示精华的意思 表示最重要的书籍 先编起来 先编成一部小型的浓缩的四库全书 那他要得找多少个这个 纸笔的人这样子去写 这同时在做 对不对 而且这等于是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工程发包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那主持人手上拿这个封面 也是我们目前正在展厅当中呈现的 四库全书跟四库全书 会药五色的这个封面的样式 这他们古时候的古时候定的颜色 对不对 乾隆皇帝定的 他代表说 因为四库全书是按照金石子集四部来分类 乾隆皇帝就有一个指令 他说金布用绿色 表示这个春天草木出身 史布呢 点击最多用红色 那子布呢 现在看到淡蓝色的这个颜色 乾隆皇帝在宫里面说 这个叫月白色 哦 月白 对 月下 在月光底下看到这个花草树木 有一点泛清白清白 这个颜色叫月白色 用月白色表示纸布的书籍 朱子百家 代表秋天 那级布呢 用灰黑色 灰黑 这最右边 对 代表是历代文人的总籍 别籍 文学创作用几部 那乾隆皇帝说 四部分类用四种颜色 代表春夏秋冬 适时循环相生不息的概念 真的都是学问 都是学问啊 中间那个书是黄色的封面 是世故全书的总目跟简明目录 那乾隆皇帝说 目录的书籍呢 总目跟简目呢 用黄色 代表呢 所有收入世故全书的书籍 包括撰写的提要 都是由皇帝清定预览 翻行天下 所以用黄色 这样讲起来 乾隆有点学问啊 对不对 乾隆有 而且他对美感也有点惊艳啊 没错 他有很多的坚持跟喜好 对 皇帝说了算是没错 但是皇帝得懂啊 讲的要有一点 要有一点文化底气嘛 对不对 底蕴那他有的啊 对不对 这个厉害了 是照您刚刚这样解释 哦那个颜色背后代表的意义 都有意义的啊 好厉害 有意义在里面 所以他不是只会下江南啊 对不对 来 这个是明朝宣德皇帝 就是刚刚这个永乐皇帝的孙子 宣德皇帝那个时候 在宣德五年 就是1430年的时候 当时在宫廷里面下令制作 当时下令制作了四部佛教的 所谓大圣佛教的经典 哦 都是很大部头的 所以佛经 我们展览 就是我们院长的 就是现在展览的这个是大宝鸡精 哦 大宝鸡精总共有120卷 哇 一卷一册 所以总共有120册 每一册 每10册 呃 还有一个书函把它呃这个包起来 哇 那这个这是等于说是当时在宫廷里面做的一个很精美的一个泥金写本 哦 呃 等于说 这当就是唯一的这这这这一套的这个120册的这个我们留住了 大宝鸡精 呃 现在是在故宫 在故宫 呃 太好了 呃 这个这个产品啊 这都都都是无价之宝 刚刚讲 刚刚讲是这个对不对 啊 是讲 这个是 这一部《轮与笔解》也很特别 它是南宋的时候在四川这个地方刻印的 哦 我们现在讲啊 一页送板一两黄金 这个是很熟悉的讲法 哦 那这一部书呢 它是一个完整的叫出科出印的送板书 非常珍贵 这仅唯一的一部沽本了 哇 那我们刚刚讲到乾隆皇帝修寺库的时候 有很多书籍啊 他没有看到原本或者没有看到语言书 嗯 那这一部书也是一样呃 写进超进寺库全书的是一个明代的刊本 是比较后来整理的了 哦 那这个书籍韩裕的《轮与笔解》 它最原始的宋代的科本 也藏在宫廷里面 但是没有被发现 同样的是在光绪皇帝重新整理藏书的时候 又是后面的皇帝 一个一个抽丝剥茧 我们才说这个清末啊 可能是一个很激弱跟很不堪的一个年代 可是光绪皇帝在文教整理 在图书收藏方面 确实做出了一番成绩 我们现在也陆陆续续把这些给展现出来 好 我还有最后一个题目 因为我们时间其实已经超时 但我这欲罢不能 我好奇的不得了 这这四库全书里面 他们他们这些写手啊 他们的笔记都一样的是吧 还是他那个体 这个字体是差不多的对不对 他有一些要求叫做要写出像管隔体的样子 那在临选这个四库全书 散写藤录的这些学生啦 或者是这些人的时候呢 都是有一些标准的 可是其实就我们自己有翻阅过四库全书 或者在有稍微查过一些资料 他同一本书里面 有几种笔记不太一样 然后他的抄写的品质也是有一些些 还是会有出入的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 有一些书籍确实抄得很工整 很端正 那有一些书籍 他的抄写的起来 就有一点点漫不经心了 有一点潦草的 这跟人有关了 你找了什么人来做什么事 然后他的心情 今天心情好 写的好 明天不好 身体不舒服又不好了 对不对 好了 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这个精彩的内容 时间永远都不够 最好的方式 就是从此刻开始 一直到7月16号 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 103跟104的展览厅里面 有两个非常独特的展览 一个就是这个 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珍藏 另外一个就是 明清宫廷藏书的特展 这两个东西方的图书的展览 当然里面还有一些文物 还有一些其他的收藏品 我觉得听老师讲 就已经非常过瘾到现场 一定是更好看 疫情已经解封了 然后大家时间可以回到正常的生活 希望大家多利用休闲的时间 到故宫博物院去沾染一点文化的气息 让自己更有学问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老师 跟我们连线 花了时间 做了那么精彩的解说 希望下次有特别的展览 我们继续的来 跟所有的朋友来分享 谢谢两位 谢谢 小大哥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 谢谢 什么频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巴洛 你 你 ие